雖然教科書上說扁平有可能一段時間會好 可是在你讓他自己好的這段時間呢 可能會傳染給更多人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來談論一個很特別的病 叫做黑色秋疹皮膚病 那為什麼要談論這個皮膚病呢 最主要就是因為我們平常悶診的時候 很多病人會來找我說他臉上長很多的這個扁平有 那這個扁平有呢 他看過很多醫生都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那他來找我們是因為網路上看到我的文章說 這個有可能是 那黑色秋疹皮膚病 為什麼會常常被誤認為是扁平有呢 是因為他們長得都非常的像 他們的大小常常像 芝麻或綠豆大小一樣的一個小小的腳秋疹 分散在我們的皮膚很多的地方 他們樣子非常的像 所以很多醫生會把它誤認為是扁平油 而用扁平油的方式去處理 像擦一些免疫抑制劑啦 像用液態蛋啦 特別是液態蛋 很多人做完液態蛋之後 不但臉上所謂的扁平油沒有消掉 還會造成很多臉上的黑色素沉澱 那這黑黑的顏色 常常造成很多人外觀上的一個困擾 那因為黑色秋疹皮膚病 跟扁平油常常長長得很像 所以一般民眾常常不是很容易區分 那今天我就要告訴大家幾個 簡單的一個區分的方法 因為黑色秋疹皮膚病它的名稱中 有黑色兩個字 所以它顏色看起來常常呈現黑色 灰色或是褐色 但是如果是扁平油的話呢 常常是粉紅色或是肉色 這是顏色上一個區別 第二個就是它分布 如果是黑色秋疹皮膚病 它的分布常常是比較均勻分散的 但是如果是扁平油的話呢 它常常會一區數量比較多 另外一區數量比較少 非常不均勻一個分布 而且你偶爾會看到很多的這個扁平油呢 常常排成一條直線的樣子 那是因為我們手去抓 造成它呈現條狀的一個分布 那為什麼要區別這兩種呢 是因為如果是黑色秋疹皮膚病呢 它是不會傳染的 對身體也無害 所以基本上除了美觀上的考量以外 不太需要去治療它 但是如果是扁平油的話呢 它其實是一種會傳染的一個病毒感染 如果你沒有治療的話 它量常常會越來越多 雖然教科書上說扁平油可能一段時間會好 可是在你讓它自己好的這段時間呢 可能會傳染給更多人 所以在我的觀念來說 我們會針對扁平油 比較採取積極的治療一個方式去處理 如果我們確診是黑色秋疹皮膚病 在治療上相對來講容易很多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是扁平油的話 我們通常不會用雷射治療 因為常常會造成它傳染 如果是黑色秋疹皮膚病的話呢 我們就有很多種方式來處理 包括液態氮的治療 包括用電燒的方式 還有包括用氣化型的雷射來治療 那這些方式各有各自的一個優缺點 像液態氮的治療 它雖然很方便去進行 但是缺點就是很容易射出沉澱 那如果是用電燒的話 它因為熱傷還比較大 有時候傷口會比較難照顧 用氣化型的雷射 像二亞化碳雷射 或是二亞克雷射 可以很簡單的把黑色秋疹皮膚病呢 一顆一顆的把它這個去除掉 當然它因為仍然有傷口 所以我們可能需要一個禮拜 貼人工皮擦牙膏 讓它傷口可以癒合 比較信念的方式 我們可以用像一些比較色素型的雷射 像紅寶石雷射 針對這個黑色秋疹皮膚病裡面的黑色素 去作用它 讓黑色秋疹皮膚病裡面的黑色素 吸收到這雷射能量之後 自然而然的讓整個病造消滅掉 好處就是說沒有傷口 那照度上也相對容易許多 所以下次你看到臉上 一顆一顆凸起的時候 尋求專業皮膚科醫師的診斷和治療 這樣才能選擇正確的治療方式 並減少副作用的一個發生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皮膚病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照度上也相對來講 那照度上也相... 那照度上... 那照度上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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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照度上也相對容易許多 那照度上也相對 那照度上也相對 受到多了 每兩個散告